副首相阿末扎西获得DNA的风波是持续的在延烧 朝野议员甚至为此隔空开战 大马民主联合政线莫达主席塞沙迪 在受到行动党全国副主席尼可敏的抨击之后 就回怼行动党为全力疯狂 且毫无原则已经成为了阿末扎西的走狗 此话一出就惹怒了火箭领袖 其中行动党柔佛州副主席谢奥马就狠批塞沙迪忘恩负义 毕竟两党曾在柔佛州选共患难及合作 谢奥马发文告指虽然这不一定是主要因素 但塞沙迪应该意识到行动党做了很多 让Muda在柔佛有一国一州的议席 此外谢奥马也认为尼可敏的言论非常中立 只是表达Muda身为支持团结政府的一份子 理应采取的态度而非公开批评 但塞沙迪的反应解释Muda对行动党的利己主义 此外谢奥马也提醒塞沙迪 凯里是局外人可以自由的攻击 但他的情况不一样 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 受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